HELLO 哈囉,你好,我是萊斯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這是一部合作影片 今天要介紹的這個是 微軟IE3.0的經典復刻再強化的 微軟閃靈沙專業版 從前從前有一隻很厲害的滑鼠 這隻厲害的滑鼠就是IE3.0 當時的年代還沒有什麼電競專用的滑鼠 但是IE3.0本身就有高功能的硬體規格 以及優秀的外型和良好的手感 深受許多玩家的喜愛 但是這隻原本的定位是半功文書用的滑鼠 後來在2017年 微軟也出了IE3.0復刻版 微軟閃靈沙 那一隻也同樣的不是為了電競出身 它用的光學感應是Microsoft Blue Check 在硬體的規格上來看 它依然是一個文書用的滑鼠 這次的微軟閃靈沙專業版 可以說是復刻之後再進化 除了保有原本順手的外型以外 硬體規格也往電競的方向靠攏 用更高規格的光學感應器 Pixart PAW3389 DPI設定可以從200到16000 每秒回報率也高達1000 同時也增加了滑鼠尾燈的RGB設計 各種改動都看得出來 閃靈沙在電競援助上下了不少功夫 那在接這個商案之前 我還怕說如果自己不喜歡 然後介紹起來就還蠻痛苦的 畢竟滑鼠這種東西手感還是很重要 所以在接按之前 我還去借了一隻來玩玩看 大概這次已經用了一個月左右 我目前打電動 都是改用這隻閃靈沙專業版 那我們現在就來好好看一下這次滑鼠的優勢 以及我試用了一個月的一些心得 這次的微軟閃靈沙專業版 一共有兩種顏色 分別為銀魄跟暗影兩種 就一黑一白的兩種對比 可是兩種顏色又帶有一點漸層的感覺 這種漸層的設計應該蠻多人會喜歡 我感覺應該是蠻多人會喜歡 因為我自己對顏色就很不在意 我比較在意的是實際抓起來的感覺 滑鼠這種真的就是要實際抓過比較好 感受它的觸感 感受它的形狀才是最重要的 顏色什麼的我真的是覺得還好 這個真的是 我的觀眾才會知道我為什麼這樣笑 可是讓它儘管我沒有特別在意的顏色 我依然覺得它蠻好看的 所以我猜應該蠻多人會喜歡 在拿到閃靈殺之前 我一直沒有一隻用了順手的滑鼠 我原本用的那隻是工作用的聚集滑鼠 那隻聚集功能很強 在剪片或是一些重複的操作上 那隻滑鼠可以應對我所有的需求 但是在進行遊戲的時候就不太好用 而且因為長期拿那隻滑鼠的關係 那隻滑鼠的型又偏小 導致我長期在拿滑鼠的時候 姿勢不正確 我的手會弓起來使用 常常用到手很痛 尤其我一天用電腦差不多是超過10個小時 閃靈殺的造型會讓你的手很服貼 不會有太多多餘的力氣在操作上 聚集的功能閃靈殺也有 不過這等等再聊 在外型上這是一隻比較大的滑鼠 而且專為右手設計的滑鼠 左側內側有兩個側鍵 這對我來講有好有壞 我稍微說明一下 男生的手我算中等 手指不算特別長 加上我以前使用滑鼠的習慣會拱手 所以換了閃靈殺會有一點點不習慣 我的手腕還是會想靠在桌面上 比較偏厚一點 所以其實前面的側鍵 我是碰不太到的 但是我強調一下 這是我個人使用習慣的關係 加上我手本來就不太大 所以會比較難碰 如果你是女性的使用者的話 可能要注意一下 然後我是比較容易流手汗的人 閃靈殺這隻滑鼠 在清理上會很輕鬆 它的表面是很好清理的 這對我來說很重要 有的滑鼠上面 會有一些設計的條紋和溝槽 在設計上是很好看沒有錯 但是當手購卡在裡面的時候 就得拿牙籤去清理 閃靈殺我用了一個月 清理上真的很得我心 會有這樣問題的人可能不多 但是如果你也是很會流手汗 你也有清理手購的問題 閃靈殺這隻幾乎一體成型 隨便拿個獅子巾擦拭 不用30秒就清好了 左側的側鍵上面有條紋 前一版就是閃靈殺飛專業版 是沒有條紋的 這一代加了條紋的設計會比較好按 但是有可能會比較容易卡手購 不過卡手購的問題 我目前還沒有碰到 畢竟側鍵的部分 並不像平常貼我那樣 所以手購比較沒有機會卡上去 線材使用編織線材 而且前面是可以任意轉動的 這個在移動滑鼠的時候 比較不容易卡住 有的滑鼠前面會多一個保護桶 那種會比較容易卡住 按鍵的回饋感還不錯 段落分明 查了一下資料是歐姆龍的 可以按兩千萬次 兩千萬次是什麼概念? 就是你一天按兩萬次 你也可以用五年以上 更何況你一天按不到兩萬次 那還有兩個設計 是我很喜歡的 有的滑鼠會很喜歡做很多功能鍵 不只左側有兩顆 連右側也會有兩顆按鈕 在多功能上 這樣做當然沒有錯 但是滑鼠在往左滑的時候 我常常是用無名指和小指 在控制滑鼠的位置 這個時候就很容易按到右側的功能鍵 另外一個設計是重量 這隻閃鈴砂差不多100克左右 我先前的滑鼠的重量跟這隻差不多 有的電競滑鼠功能 做的比較多也比較大顆 重量相對也比較重 當滑鼠重量不一樣的時候 整個手感就需要重新習慣 有的滑鼠裡面會有砝碼可以控制 但是閃鈴砂剛好就是我需要的重量 而題外話 像是無線滑鼠我也用不太慣 雖然無線滑鼠就是比較方便一點 但是無線滑鼠相對的通常也是會比較重一些 接著我們來看一下滑鼠的設定部分 你的滑鼠有不要直到哪 左側的滑鼠按鈕就會跟著亮起來 你可以馬上的知道對應的是哪顆按鈕 左按鈕跟右按鈕的部分 它這邊有支援左右兌換 中間的部分滾輪速度是可以調整的 在垂直滾動的速度 加速及捲動方向都可以控制 側線前方按鈕因為我自己手指比較短 還有使用習慣的關係前面有提到 我自己是按不太到所以我就停用了 大拇指的部分我有設聚集 這個聚集雖然不像一般專門的聚集滑鼠一樣 可以直接開腳本出來寫程式 但是使用上還算是方便 一般聚集滑鼠都可以使用 功能比較偏向所按即所得 所以你也不用去背那些指令 照著上面按就可以了 DPI的設定是200-16000 我自己是習慣800 回報率也有常用的125、500跟1000 滑鼠的尾燈內建9種自定義燈號 而且如果你不喜歡這些自定義燈的顏色 也可以自己按進去做顏色的微調 而且你只要在設定上面點一下 滑鼠的顏色會馬上跟著變換 好啦這次的介紹都差不多到這邊 我簡單講幾個打中我的點 最重要的是修正我握滑鼠的姿勢 在拿到閃鈴莎之前 我一直不知道原來我握滑鼠的姿勢不好 現在長時間使用電腦手比較不會痛 應該是說沒有手痛的問題了 之前是真的太不好 另一個就是清理方便 以前朋友來家玩要用電腦 我都會特地拿另外一隻滑鼠出來給人家用 而且重量約100克 剛好又是我習慣的滑鼠重量 在電競滑鼠裡面 也算是比較輕型的右手鼠 操作上就不需要特別習慣 個人覺得如果閃鈴莎可以像賣衣服一樣 可以出個M號、L或XL號去符合大小手設計 甚至出個男版閃鈴莎 女版閃鈴莎會更不錯 好啦 這次的開箱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幫我按個LIKE 想要看到更多的遊戲介紹、攻略、評論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並且按下小鈴鐺接收通知 這樣有新的影片才會通知你 我是萊斯 謝謝你看到最後 大家掰掰 為了 分享一下